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长朝2.0的整个一个计划 推动到底现在的成效 以及有哪些需要更加强 能够更照顾到我们的乡亲的部分 刚才我们听到廖言提了蛮多的一些看法 那当然我们要听听罗一言就针对您的看法 我想在这个区块你也蛮了解的 其实我在想罗一言在问证的时候都有做功课 都学到有讲到很多问题 所以是不是也请您的看法是有怎么样 我来延续一下刚刚我们廖志诚一言所提到的 这个据点的这个部分 那像关怀据点如果真正要升级到西级的话 其实它有一些门槛 如果我手上的资料没有误的话 目前我们全南投县真正升级到西级的这个据点 大概有36个就只有36个 那我们也知道说南投县的独居老人很多 老长辈其实很期待每天都可以到据点去共餐 到据点去学习去据点去做一些活动 可是因为它有一些门槛有些承办单位 没有办法去做所谓五天的这个服务 尤其是有一点有可能要请社劳处跟卫生局可以做一个讨论 所以说承办单位如果真的要升级到西级的话 很多费用它必须自己就需要去筹备 那很多承办单位做不到 所以很多据点我们发现就是所谓的一般的据点 一个礼拜只有一天 一个礼拜只有三天 好随便是说其他的这个时间老长辈其实是就留在家里头 有一天的可能剩下来的几天 他在家里是非常的无聊的 期待着下个礼拜另外一天的这个到来 如果有三天的话可能有四到三到四天的时间 他在家里也真是也真是无所事事的 所以他们都很期待说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天都可以到据点去做活动 那要升级到这个西级的部分可能很需要我们县政府来做努力 因为真的就是经费跟人力真的不足 这部分可能我们很期待县政府来看如何去做这个修正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有在经营这个据点的时候 当然有发现像刚刚我们廖言所提到的这个场地的这个问题 那南投县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子馆 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做有效的这个再利用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寻觅这个地点的时候 会发现所有所谓地幕不符的这个问题 那希望说在政策法令方面能够去做一些松绑 让我们这个长照的这个政策能够充分的被大家用得到 然后也是看得到 这当然是需要各方面来做调整 有些法令他是死的 那如果我们去做松绑的话 我想对于老长辈的未来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帮助 这两部分可能就希望我们政府单位 谢谢我们谢谢罗议员提出来的 其实这个部分刚刚出场也提到经费跟人力 事实上真的是一个最困难的部分 那当然在执行面里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民众他的需求 我们能不能达到 所以我们长照2.0到底他效果在哪里 是不是一个少部分的人而已 没有办法扩起到前面 那这些其他的人怎么办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请向下处长 刚才两位医员所提到的这一状况 在我们社会处里面怎么去看呢 其实我们针对刚刚两位医员所提出的 其实我们已经都长期跟卫生局配合 我们一起来布建 那现在我们13个乡镇的A级单位都已经布建完成 那B级因为有再加上有医院单位的支持 所以现在B级单位也大概也布建完成 那就是C级的部分就是刚刚两位医员提到的这个 向隆长照站这个干嘛点这个 这个目前我们南投县有101个关怀据点 能够升级到C级的目前有挂牌的 这36个 那我想这个是两方面 一方面政府在今年的预算上 其实增加了很多 那主要是据点要升为C级 就是刚刚某一言有提到这个人力上的问题 因为这个社区目前我们101个据点里面 大部分能达到5天的实在是不多 那大部分都还停留在两天三天的这个据点的活动比较多 那所以说当然目前这个据点 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个长期照顾的业务上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社区的服务就是这个健康促进健康活动 还有这个共餐 还有我们这个居民的社会参与 这是我们社区据点的主要的一个意义 那配合长照这2.0要升格为C级就必须有5天 那这个5天在社区的人力 尤其刚刚廖委员所提到的志工的部分 就面临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这个不只是钱的问题 人的问题更大 因为你要支应5天的这个服务的话 这个志工那个人次要增加非常的多 有时候是双方面的 不只是说我们卫生局跟社劳处这边全力来推动 可是社区也不是依旧科技就可以配合的起来 所以说这个有这个它事实上的一个困难 是 谢谢主啊 那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刚刚讲到经费的部分 当推这个长照2.0的时候 不是中央政府说中央政府全部都补助吗 对 大部分都补助 大概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 对 没错 所以地方出的是比较少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听到一个就是说长照2.0重复花费很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嗯 重复的花费 这个我不知道是指哪一方面 因为我没有特别听到去了解 就是重复的预算 当然这个为了普及 有时候某些小部分有重复这个也可能 比如说我们的关怀据典 是由我们卫生局跟社劳处这边来主折 那教育部下来我们教育处的部分也有一个热灵的中心 对 所以他们这样讲这个部分 然后圆明会的下来的我们的圆明局也有一个叫做文化健康站 其实他的工作很多里面的包含的这个活动都有一点类似 那你说他重复其实也很难说啦 因为有时候参与的人也不一样 可能有部分啦 一小部分或部分参与的人数一样啦 可是大部分来讲应该是不太一样 那因为一个社区其实能让长辈去参与的数量其实不是很庞大 我想大部分都在30到60人之间啦 那你想一个村里老人家刚刚两位议员讲的一个村里老人家占了20甚至30还有40的 你看那个长辈有多少 那参与的实际参与的大概只有3到60为多啦 当然也有超过60的 所以说这个比例上的问题啦 所以说有某部分的重复 这也是我们政府大力推广的一个美意啦 部分重复这个实在是在所难免 所以大家会讲到一个就是光一个卫福部的照顾师、社家署、国舰署等不同单位就是补助同一个据点 这样的钱是不是 或是说在这个据点一定要那么多钱 或者这些钱补助同一个据点的时候是不是等于浪费啦 对一个据点或是西医据点还好、关乃据点还好 那是定额的 是定额的 一年大概100 大概都在120万到200万之间啦 那是定额的 所以不会去重复的给啦 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好 那我们是因为有民众的疑虑 那我们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了解 那我在想请教一下我们谢科长 谢科长 站在我们的立场 除了我们现在所用的一些人的问题 不管社会署也有 我们卫生局也有嘛 所以就叫做个管师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个叫个管师 那个管师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一个人要应付多少人 而且他又是约聘制的对 所以流动力非常高 他容易离职 做不好就离职 那他没有办法接续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整个照护中心里面的一个品质上面就会下降 那这样一个个管师我们看到了 在基隆 南投 新北 宜兰 新竹 它的离职率超过两成 那这个两成里面如果要再补人的话 是不是会造成它的中间的一个中断 所以这部分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培养 到底是不是很大的困难呢 请教一下 好 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先延续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C点的部分 再做一些一些的补充 那其实我们刚刚 不管是我们的政长 或者是我们的议员 还有处长那边提到的C点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巷弄长照站 那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期望他能够更普及 所以其实我们从中央政策也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 明年的重点就是希望他能够更加的普及 希望能够达到说 村里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巷弄长照站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跟社劳处 还有的园民局这边 我们分头来努力 我们的卫生局这边来主则 鼓励我们的医事单位 包含像我们的医院啊 诊所啊或者是我们的药局啊 然后护理机构等等 能够来广设这个我们的所谓的巷弄长照站 那园民的部分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是不是有重复补助的部分的问题 那从我们园民的文件站里面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转型 能够附加我们的预防跟盐盘照顾师的课程 然后来提供民众 让他也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 园民的C级的一个服务的中心 能够照顾到我们更多更多的长辈 那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说 个管是这个部分 我想跟各位贵宾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一起做一个澄清 那如果说是在我们照管中心的部分 应该是我们的照顾管理专员 就是我们所称的照专的部分 我想主持人应该再提的应该是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A的 是称为我们的个管员 那A单位是个管员 那目前的话 在不管是我们的照专 或者是我们的个管员的部分 我们依照中央的期待呢 我们的人力比是一比两百 就是我们的个管员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照专 能够服务的民众是两百位 那其实很多县市 也许他在招募我们的照专的时候 是有些困难 或者是有些离世率是高的 那所幸在我们南投而言 我们南投的流任率达百分之九十 是我们全国里面 在全国排行里面我们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的人员的稳定性 跟我们目前人力的一个募集的部分 都是朝一个稳定的部分 当然新的政策在推动 新的人员进来 长照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服务 那尤其是我们的照管专员 他们都需要受过完整的训练 才能够来独当一面 那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一些些的时候 可能会让民众觉得说 专业知识是不是还要再加强 那确实也是如此 那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县府这边 或者是中央这边 我们有些内部的训练 有参加一些外部的训练 那我们内部有一些管控的机制 能够来提升我们这个照管的品质 希望我们社区的民众 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照护 是 我想各管市他们怎么样去征聘 怎么样去培训 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直接面对的是 我们要照顾的人 那还有一个问题 有人提到就是说 我们这些照管市所碰到的 因为政策一直在变 有滚动式的 什么一堆在改变 结果会造成一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长照2.0里面 开始跌床驾屋 做同样的工作 还有多头马车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陈如刚刚主持人所提 会不会例如像是在我们的 热林中心 或者是在我们的所谓的一些 场域里面 会不会有重复申请 重复补助的问题 那在我们长照这一块里面 其实我们在申请里面 中央到我们地方县市政府 都有一条就是说 在长照的部分是不可以重复申请的 那假设这个据点已经是我们的 所谓的我们的 也许它是一个社区关怀据点 可是它要转成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巷弄长照站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在加码 所以它不会有全额重复补助 它只有一部分的业务进来 加码一些业务费而已 那其实它照顾的族群是 真的是不一样 热林的话 大部分都是一些健康 引发的长辈们 那到了我们所谓的 预防跟延缓照护失能 比较多都是一些衰弱 甚至于是轻度失能的长辈 我想我们想要提供的是 让我们的 不管是健康亚健康 或者是轻度的失能 衰弱长辈 都能够涵盖进来 那包含了 我们失智症的个案也是 失智症的招呼据点 它最主要是针对我们 失智症的个案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期待 这个部分能够有所厘清 那我们不管 怎么样的一个民众 都能够得到 他应该有的招呼 是 谢谢 我想让民众更了解 可能能够做得更好 推动得更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新任的镇长 县长一直在推动说 盖青年住宅 希望青年回乡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 那从在普里镇里面 镇长也没有思考到 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也开发 就是让青年回乡 能够让青年照顾 回家照顾我们自己老人 这个部分您在政策里面 好像有点到 不晓得您怎么想怎么做 是 我小学在在政策里面 是有一个政策里面 就是说 我们的市籍的银店 一定要遍地开发 当然 鼓励年轻人 返乡都回来务农 然后 照顾我们的长辈 其实这也很有需要 他的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和合销 我觉得合销的这个手续 很重要 就是说 一定要简化 合销的手续 如果没有简化 你就一个人而已 他还要写一些 这些这个报告 那后方面 实在是他人力上 其实也是不够 因为其实保利 他比较特殊就是说 他没有像在南岛市 他有工业区 所以工作的地方就比较少 除了说观光产业 就是发展金属农业而已 你要鼓励年轻人 都回来返乡 来发展金属农业 然后 过来照顾我们的长辈 其实这是 说是很好的一个传承的 一个计划 实施来做 但是就是说 我看 我说的基地 刚才说 一星期做五天 其实一星期做一天也很少 他一星期只做一天 甚至于有一个良善社区 一星期只做一星期 一天而已 变成这些各方面的推动的时候 当然以前 这就是我们政府的业务 公所以前 没有在插座 我是很主张 公所能够 来盗牌手 由于理长和理干事 和社区的理事长 共同 看能够 把据点做片地开发 当然 乃党高年年轻人 都回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 你都回来说 长辈的这个 难道官 尤其是保理 他也超过 实质上 超过都十五六%以上 所以说这是 大家的共同 拜托 省政府大力的来辅导 来协助来帮忙 就是说 我说的 他的这个 手续的这个简化 认定的标准 如果可以 放宽 我感觉 这样要推动 就更不在法院上的 这个 白卡白手 是 是 谢谢廖医院 那请教一下 处长有没有可能简化 有些 有些程序可不可能简化 其实 就是我们 林县长跟我上任以来 这一部分已经简化非常多了 不过因为这个牵涉到 主计审计的相关法令 有时候我们也 蛮难的 不过我还是会尽力 不过刚刚廖医院提到 乡镇市公所 如果能协助的话 其实那是最棒的 因为 乡镇市公所站在第一线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业务 太多了都 社会福利业务 几乎的窗口 都是在乡镇市公所 包括我们的 跟长照有关的辅具的申请 也可以透过 乡镇市公所上来 窗口都在那里 所以我们在想是 手续能够越简化 我想实际上 运用的人会更多 也能够让更方便的去 来使用这个长照 所以我们会尽力再来 以实物上可能的范围 我们会尽力来讲话 好 谢谢 我想 谈了很多 不外乎是希望我们的 长照2.0 能够给我们的乡亲们 打到一个更好的 来执行 长照我们的乡亲 能够真正的 能够看得到 用得到 那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不要离开 马上回来